今天在那里来看 红奖大学有将近150位的国外学生来进修华语文 今天他们用不一样的方式展现学习成果 在教室外做起了美食 把原本上课的地方变成了一国餐厅 共有十个不同国家的特色料理 这些外国学生们用华语介绍每道菜练习说的技巧 请问这是什么 海莓果水果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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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出身于大高的一国料理 这里不是美食餐厅而是同产大学 这群大厨也都是男士的世界各国学习华语的学生 这个华语人中心的学生 他们为了呈现他们学华语的成果 我们这次用国际美食粥的方式 让他们来介绍他们自己的国家的饮食 那他们就要跟这个 来购买这个 想用这个 这个 餐点的同学 或老师 来介绍 用华语文来介绍 这个餐点的特色 外国学生为了推销他们做出来的 当地特色料理 当然要用华语来介绍 一方面练习开口锅 另一方面也能够介绍推好自己国家的饮食特色 这场国际美食展就在教室合伴 到现场品尝的学生说 这样的方式真的很新鲜 很有意思 而且非常好吃 而且从来就是没用到华语 可以吃到这个料理 我觉得很棒 这个活动很有趣 然后可以吃到 因为可以看到不同 不同国家人做的料理 然后 料理都很有特色 不要到国外 一次就能够吃到十个 不同国家的特色料理 而且将教室变成餐厅 不少福甲大学的学生有老师 终于舞到华语 不是中心肯定这场 另类的国际美食展 那这位先生 有请不吾收音采访报道 好 告诉您 考上国立大学呢 通常通过不好的学生